看过《古惑仔》系列电影的观众 自然不会不知道 浩南那个体态肥胖的兄弟包皮 电影中他愣头愣脑 胆小怕事 虽然给人感觉是一无是处 但也有几分可爱 只不过 作为理想主义的电影那套 牛老是不会在漫画里买账的 这也意味着 包皮也会成为一名和电影反差巨大的角色 说包皮之前 要先说说潮皮 最初的他和包皮一起被称为铜锣湾双皮 跟随着刚刚出道的陈浩南 不过 这个名号只是空有声响 没有实力 潮皮也在出场不久后 就暴露出自私多疑的个性 很快便因为一个误会和浩南翻脸 二话不说 就把西西丽的家人出卖给山口祖 至其全家除西西丽以外 全部遇难 又因为红艺社龙头 中阵出言激烈 立刻下手杀死了这个自己刚刚败的新老大 最终 在与包皮浩南的争执之中 拉仍然当他是兄弟的包皮来挡刀 被愤怒的包皮暴打之后 失足摔落马路 遭卡车碾压身亡 潮皮死后包皮继继续当着浩南的手下 只是他太胆小 既没有头脑也不会打 其地位很快被后来居上的大天二取代 在随后的同党作乱之中 包皮迷列上了同党之中的成员佳佳 也是他无意之中向佳佳透露消息 使大飞的门声打把划被同党所杀 东窗事发后 浩南得知内鬼竟是自己人 愤怒之下将包皮毒打一顿 可这仍然不能给失去兄弟的大飞一个交代 浩南只得用自己的性命做保卫大飞报仇 才使事件作罢 事后 得知佳佳与红星有接触的同党成员肥师 在指导佳佳想退出同党之时 在大物山与佳佳分手 并对他百般羞辱 对爱情绝望的佳佳悲愤交加杀死肥师 但就在闻声赶来的警察出现之前 包皮突然挺身而出 夺过佳佳的刀 在佳佳仍然错恶之际 揽下一切罪责 这个看上去懦弱无能的包皮 终于用自己的自由守护了内心的女神 而在浩南奔走无果 法院即将对包皮宣判一级谋杀之时 佳佳也冒着被同党追杀的风险赶到法庭作证 在他声泪俱下的精湛演技之下 终于法外开恩 改判包皮误杀 入狱两年 而即将前往美国读书的佳佳 也和包皮定下了相守的承诺 两年后 等你娶我 然而 本以为是最好的结局 可是这次入狱的经验 彻底改变了包皮的人生 在监狱之中 包皮见证了人世间最血腥的搏斗 与等级森严的吃人制度 在这里 三餐只有白菜 要想多吃 只能靠拳头打出来 更难让他理解的是 自己崇拜的南哥 竟然没有来探问过一次 再也不想在监狱中低头做人的包皮 学会了一眼怀眼 磨练出了凶狠的个性 在这个暴力的世界中 他的地位越来越高 吃的是越来越丰富 最重要的是 他之所以能如此 是因为他在监狱中 结识了昔日香港叱咤风云的人物 蒋天阳 时光很快过去 被世界遗忘的包皮出狱 便立刻开始帮蒋天阳做事 投奔了蒋天阳的兄弟神仙客 为他的卷土重来 进行着针对红星正部的挖角行动 在街头左拥右抱的包皮 见到了已经大变样的昔日女神佳佳 包皮已经西装革履 今非昔比了 憋了一肚子化的他 仍然铭记着两年前二人的约定 这些山盟海誓 家家早已抛到脑后 他已嫁缩人妇 愣在原地的包皮 最终选择了放手 重爆往昔 是想还我一身懦弱吗 回归的包皮不再像从前那样势单力薄 他在神仙客的支持下变得财大气粗 而生性懒散的神仙客将大部分权力交于他 使得包皮势力突然间异军崛起 也招致了他和陈浩南的见面 见面后的二人明显感觉到 存在于二人之间的友情岁月已经消失了 离到深深的隔阂横梗中间 包皮话语之中 责怪陈浩南从来没看过水深火热中的自己 而浩南也对性格大变的包皮颇为不满 最后因为包皮挖角太死世界 二人最终不光而散 分道扬镳 意外之中 战争很快打响 浩南手下作为出色的门声升火炭 地位急速攀升 能争善战 深得人心 火炭针对包皮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挖角计划 险些要了包皮的命 在红星高层处决几名要背叛的画室人后 职位空缺 浩南立刻推举火炭上位 却在上位之前被包皮的刺客枪杀 葬礼之上 包皮甚至猫哭耗死 惺惺所态 在火炭的灵堂上插道箱 并送上了咒骂挑衅的横笔 这一切都在向包皮从前的大佬宣告 我变成和从前不一样的我回来 就是要和你 斗到底 不过 这场狐假虎为的闹剧也该结束 在蒋天阳出狱 正式建立红星分布之后 包皮一而再地暴露出自己仍然是个草包的本质 先是在水灵时节围攻丽花证人的时候 拿着宝刀想抢人头 却被丽花空手夺白刃 最终挟持久没脱身 又是在后来正部分部辩论大会上 想栽赃丽花 又被丽花访客为主 一同受罚 手掌被一起捅穿 痛得在地上打滚 与丽花 奎然不动 形成滑稽的对比 日复一日 蒋天阳和车宝山等人 应该也看出了包皮猪队友的本质 但由于早期放权 包皮手上权力过大 忌惮于此 车宝山只得将它分为分布四大护法的铁护法 以稳住包皮的中心 而包皮也明白不能再混日子了 蓄起胡须 开始修建自身城府 江湖巨人排名站 给了包皮一个出名的机会 他大胆报名 却遭到了资质平平的东鹰追风虎哈里报他 实际上 包皮的战斗力 早就不如监狱中那样凶狠 在这只有挨打的份 之所以参战 不过是为了在将来 能有一个与人吹嘘的资本而已 后来包皮在小祖赛遇到了陈浩南 舔着脸想让对方放水 并在浩南的啤酒中下了戒药 包皮如此欺骗行径 被赶着去上洗手间的陈浩南一拳KO 昏迷在地 大便失禁 出丑倒成了他自己 自此 包皮败序其中的本性 总算是暴露给全江湖的人看了 后面分布父王时期的作战 毒蛇帮的人 更是骑在包皮头上欺负 最后 分布即将游进登窟之时 蒋天阳将四十精锐 派给毛遂自建的包皮 前去拉斯维加斯要账 可是这一消息 早被二五仔提前告知了 包皮身处异国遭遇埋伏 四十人全军覆没 走投无路 包皮举枪对准太阳穴 却贪生怕死 连开枪自尽的勇气都没有 胡乱一枪 只是打破了头皮 而这一枪 引来了佣兵们 这些人 听不懂包皮的语言 掌握生杀大权的他们 只是一味嘲笑 甚至 有人脱下裤子 羞辱包皮 见此场景 包皮回想起自己人生 曾经大起大落 曾经如此风光 终于破口大骂 可这些话语 在外国人眼中 不过是一个胖子 临死前最后的疯癫而已 最终 雇佣兵一枪打穿了 包皮的喉咙 小人物经历脱变 在古惑仔漫画中 常常是令人惊喜的剧情发展 上一期 我们说了生番 他从一开始的视力眼 变成最后的重情重义 这一期的包皮 实际上正好反了过来 从前的他 虽然胆小怕事 但他重感情 重兄弟 为了爱情 也可以奋不顾身 但经历了潮皮背叛 害死兄弟 浩南冷落 爱人离去的一串打击之后 包皮选择了不如黑暗 用复仇和还击 撕毁了内心的不满 不过 包皮心比天高 实力却难以公文 他本就毫无天赋 出尝权力美味之后 便忘记了 何为不懈奋斗 短短时间 他便将监狱中的磨练 忘得一干二净 要不是蒋天阳 给他的权力过大 估计早已难在江湖立足 最终的结局 也在情理之中 这样一个既没有心机 又没有实力的包皮 就算带着再多的精锐 也不过是羊入虎口 换个角度来说 可不可以理解为 包皮这样的角色 是牛老对电影角色 产生抵触的心理的表现呢 在一开始定下的漫画基调 虽然是兄弟之情 江湖之意 但始终没有把读者 朝着电影那样的 浪漫主义上带入 作为现实为舞台的作品 浪漫主义会使人神往 造成一些年轻观众的 误入歧途 这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 作为古惑仔之父 牛老应该最为痛心疾首 因此他采用一些 比现实更残酷的写法 用令人深思的结局 把读者从梦境之中痛醒 并静而远之 不管现在的浩南 分裂的山基 黑化的车宝山 亦或是本期所说的包皮 都过于现实主义了 但也让我们 在回顾形形色色的角色之时 更觉得 他们会是有七情六欲的人